大家好,我们现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不拿着camera,因为我觉得他拿着相机的话会显着我的脸小 所以今天我们是从北京飞纽约 然后我们会在纽约待差不多一个星期 然后我们会飞去伦敦,然后再去爱丁堡 然后我们会回来北京,所以是一个非常长的路途 我们现在到机场了 我们现在在check in 现在我已经从安检过来了 我在去休息室之前一定要去免税店买点东西 第三是免税店,就是我看到的其实最便宜的地方 比香港的和欧洲的都要便宜一些 所以我要去买东西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在机场造的 买了这个Chanel的La Lift 是提升的 这款Chanel的订装喷雾 这款听说特别好 然后还买了Dior的气垫 然后Estée Lauder的气垫 还买了两个Dior的眉笔 听说特别好 然后有这个La Mer 它这一套的套状还是蛮值的 我们现在去冬季了 我老公说这是残疾人的待遇 啊 说嗨 Be nice and like photogenic and like photogenic 现在这里已经关闭了 我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们现在来到时代广场了 准备去我很喜欢的一个意大利餐厅 叫Carmine 吃点东西 时代广场这边到晚上都会很热闹 我以前在这周围上班 中关村的广告 中国在这真的打了很多很多广告 这边是Lion King狮子王的百老会秀 我这趟可能没有时间看百老会秀了 我们要试试 我们没有定位 我们的table没有ready 因为没有预定 但是我们要等20分钟 所以先来酒吧喝一杯 蛮好照的 但是我need footage 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那种 意大利的那种店 就是好多好多年了 在纽约还挺好的 这是我老公要的 这个烤的 诶? 是什么烤啊? 蒸的 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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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继续测试 我只会有一个视频 只会有一个视频 好的 当然 懂了 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我四点钟就醒了 因为时差还是非常的严重 现在是早上差不多六点钟 我刚刚给大家剪了飞机上护肤的视频 现在我要打扮一下 然后我们会去吃个早饭 我们现在早上去吃个早餐 走过去 纽约还在下雨 天气不是很好 其实纽约虽然在下雨 但是它的空气质量很好 而且都不冷的 今天大概 最高气温14度吧 这家电铛 今天早上饿了 吃什么呢 早上饿了 美国吃东西就是这个量巨大 给你们看我老公吃了这个 eggs and corn beef 是吧 牛肉和鸡蛋 我还点了 火鸡的那个培根 觉得健康一点 让我们喝茶 然后这是我的鸡蛋卷 加肚豆 美国的这个披萨真的太大了 我们两个人吃太费劲了 好吃吗 宝贝 我们的桌子还没好 所以现在 现在嘴巴黑了 现在我们就来点 冷的点子 这儿太黑了 只用手机拍 这是这个餐厅底下的一部分 我上次开我的bachelors party 就在底下的那个长的那条 那个那个桌子上 第一道菜来了 这是我们的小排 让我老公觉得好不好吃呢 道歉宝宝们 这儿真的很黑 第二道菜来了 这个是螃蟹小蟹饼 第三道菜来了 这是一个那种鲁鱼吧 叫看 我们的屏幕 雪鱼雪鱼 新的菜来了 这个是 雪蟹螃蟹的那种炒棉米饭 就要了一个青菜 这个螃蟹这道菜是我超级不离喜欢的 上次我开单身派对来的时候 我们就点了特别特别爱吃 待会给大家放一点那个clip给大家看 今天我们有很多任务 我们现在呢第一件事需要训练 马上办点事儿 然后呢 我要去旅餐给大家看药妆 最后呢 我们要去唐人街吃我最最喜欢吃的上海小鱼汤包 然后我们会去最有名的广场酒店 带大家和我的朋友一起喝下午茶 so get ready it's an exciting day 这就是纽约有名的park avenue 我看到的大道菜 你知道tart有一款化妆品 叫The Park Avenue Princess 我也买了 它会搭到的工具 这条街上住了很多很多的有钱人 尤其是像上城走的话 会有更多的有钱人 大概是纽约低标最贵的地址 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的银行街就会介绍 大家看到我先号的就是 Nier Cup Library 是纽约市的奴隶旅館 大家看到城市里面的那部电影 Fairy Bradshaw 写后那时候就是这个 我觉得很容易移动性 我在这里面移动 看一下价钱还是因为 真的买的 这里是住民的地区 达到好多好多买的东西 我们在这儿 像上城走呢 看到就其实 有很多大牌 这里走呢 就大众可以买 其实买点大众可以买的 我们现在坐出租车去唐人街 去吃午饭 我要去吃我最喜欢的一家小笼包 叫陆明春 这个真的比顶太风 不知道好吃到多少倍 你知道我一直在跟我老公说 陆明春有多好吃多好吃 因为他很喜欢吃顶太风 你是不是特别想吃小笼包 讨厌死了 他拒粉 实际上心里特别想吃 磨了我很久了 最后我才决定带他去吃 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大家来纽约 一定要去这家唐人街的店 他会让你跟那个不认识人 坐在一起 而且只收现金 但是一切一切的等待 都是直流的 因为实在太好吃 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蟹粉小笼包 教大家吃这个 这个首先拿起来一个包子 咬一个小口 然后把他这个汤都倒在这里 我这个是这里放的 你看这个汤 然后把汤喝下去 然后再吃包子 超紧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央公园旁边 哥伦巴斯这个广场 周围的这个广场酒店 Plaza Hotel 这是我以前想了很久 就是希望在这里结婚的地方 但是最后没有在美国结婚 我们今天要进去喝下午茶 走吧 对 你喜欢我们的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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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到的 97%就加的 跟 Champagne 或者 Champagne 那是95% 都一起配 乳� 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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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 这边是 这边是 Web n 我们要的这是纽约客 底下这个面包叫Scon 这种Scon的面包还是热的挺好的 然后它这有各种果酱什么的 然后上面这个是New Yorker的set 我老公要的这是Champagne Set 这些都是那个咸的各种小的三明治 然后上面一层是甜点 其实跟中国的比起来这一套还是挺值的 那在北京的Ritz Carlton 可能他给的东西真的没这个多 而且不好吃 所以这儿的还是不错的 如果来纽约的话一定要来试试 他的那还包括一杯Rose的Champagne 粉香槟 老公让我选吃龙虾还是鱼籽酱 我还是选了Caviar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鱼籽酱 让他吃龙虾吧 现在大家好我的朋友Sophia来了 露露 嗨 大家可能在我的婚礼上看到过她的照片 还有视频 我们不信其实 Welcome to New York 我其实现在一点都不饿 就为了跟Sophia聊聊天 然后吃点这个 吃点这个 好吧 大家早上好 现在我们去小汉城 就是纽约的韩国城 去吃点韩国菜 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前面这个Madawn Street 这是我最喜欢的韩国吃韩国烧烤的地方 大家看Herald Square 这个地方都是韩国人 特别特别多韩国人 前面的那个餐厅叫Hamba 是我最喜欢的韩国餐厅 我原来在纽约工作的时候 基本每天都在那吃饭 现在我到了一个餐厅里 我点了一个大的部队火锅 跟我老公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部队火锅 比中国的部队火锅里面肉要多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是34街 这个地方叫Herald Square 这儿有那个梅西店 这个梅西店是全美 就是flagship 他们最旗舰店在这儿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黑的楼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麦迪逊广场 那个纽约尼克松队就是在这儿打球 然后这边是 第七大道的一个车站叫Penn Station 又回到学校了 现在我们坐一号线 它专门有一个stop 有一站叫Columbia University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回到 又回来看看各大的女生 这只狮子叫学者的狮子 这只狮子叫学者的狮子 这一直是Columbia的symbol 大家看现在身后的这个是Uris Hall 这是我以前上学的主要的这个楼 叫Uris Hall 这个楼 一个是这个楼 还有一个叫Warrant Hall Warrant Hall 是以Warrant Buffett Buffett名称名的 现在听说商学院有多了一个新的楼 但是我还没有去过 据说是今年会刚刚开始用 但是I don't know 这个前面这个twist 是很有名的商学院的标志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好久没回去了 CBS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Hallway 其实这个大堂里面走过很多很多很牛逼的美国金融界的人士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登机牌 到了机场休息室 准备登机前往伦敦 那纽约的Vlog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看我在纽约的行程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些欢乐 我们到伦敦再聊 Bye